真没想到呀,我们16党终于圆满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的16CP距离没谈的恋爱 都在字下谈了呀 要知道杨子和谭建茨有一幕是这样的 楼梯下的谭建茨抬头看向楼梯上的姊妹 还很开心的向她打招呼 内幕让小兵不由得想到了现代世人 汴智林的一首诗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而谭建茨杨子的这一幕不正是你在楼上看人群 人群真的谭建茨在看你,真的就好有氛围感呀 所以杨子谭建茨,你们不会真的悄悄在席外谈了吧 不然为什么有网友会释出私下在一起的照片呢 什么,这张照片是网友批的,那没事了 不过杨子谭建茨,你们是真的好看 不然网友们也不会这么疯狂不是吗 其实早在场相思还在聚播的时候 小编就已经刻到杨子谭建茨 这一对了,要知道在场相思拍摄片场 谭建茨可是亲自凑到杨子耳边说悄悄话 让一旁的杨子缩着脖子都害羞了 当时暧昧的氛围真的就很强烈 不过小编想说,谭建茨有什么话是我们想词都不能听的呀 况且我们谭建茨还想再来一遍 杨子赶忙求放过 所以谭建茨你是打算下我们小妖几次呀 当初你好星期六上的突然告白 向我们姊妹一大跳就算了 怎么拍戏现场也一惊一乍呀 我突然能理解你为什么追不到小妖了 不过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吗 确实正经不起来 所以夏柳这辈子都要跟自己的丫头纠缠了 这真不能怪杨子嘲笑她 因为这谁看了能忍住不笑的呀 不过对于我们的姚柳党CP来讲 谭建茨那绝对就是姚柳CP最大的分头了 见风插针就找机会和杨子HE 虽然说在剧里他们在一起没吃过几顿饭 但戏外两人绝对是彼此的好饭搭子 看着杨子对沙烤满意的样子 小编我都想尝尝谭建茨的手艺了 不过虽说姚柳很甜 但要时时刻刻提防修罗场 眼见苍玄和叶时机在直播间里都快打起来了 眼瞅着谭建茨在旁边置身事外 杨子还不忘Q向柳也跟着上桌 他真的我哭死 没有想到杨子他一直都想着谭建茨呀 不过杨子和谭建茨在片场也是真的很欢乐 因为只要听见一阵哈哈声 那必然就是他俩的对系现场 俩人之间的欢乐氛围 绝对跟杨子的性格脱不开关系 谭建茨也曾不止一次的说 杨子可以给人带来放松的感觉 不过姊妹可得提醒一下谭建茨 别光顾着认真工作也得多注意一下身体 因为杨我们的谭建茨看起来多少样是有点缺干 这腿也太容易软的棒 看他和杨子对系时 隔三差五就是一个平地摔 那真的就是柔弱的小柳子呀 如今藏向斯第一集已经落下帷幕 很多人都在为向柳感到一难平 他一边为小柳付出 一边隐藏起自己的爱意 其实看起来冷酷决绝 铁了心把小柳退给别人的向柳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 在小柳还是小柳的时候 向柳的爱是主动的直接的 是毫不退让的 土山景说等小柳闪好了 就对他离开清水阵 向柳冷冷的说 那就看当时候他愿不愿意跟你走了 土山景请向柳出手 从宣手中救出小柳 条件任他提 他不屑的说 就算我想要好猪 也该去跟吻小柳要 你算什么 尤其是引古前后的行为 仔细看看就会发现 向柳在那的时候 是认真的想要跟小柳长相厮守的 小柳本来准备给向柳下的骨 悬骨打雾撞中给了轩 为了给轩解骨 又把骨引到了向柳身上 解骨方法是向柳说的 引到他身上 看起来是小柳求着他答应 其实是他给出了暗示 小柳顺甘子往上爬 小柳并不知道这是情人骨 向柳确实知道的 他事先已经了解到 这是统命连心的情人骨 一旦种下 就是把一颗心交了出去 再也收不回来了 所以向柳是心甘情愿被中骨的 那一刻他已经决定好了 要好好爱他 在答应引古前 他还要小柳发誓 以后会答应他一件事 誓言很特别 若为此事 防我所喜都将成痛 防我所乐都将成苦 根据这誓言的风格 不能猜想 他想要小柳答应的这件事 想必是和情相关的 与土山井的十五年之约 一去同工 去武神山引古时 他们坐在一个大海贝里 从海上飘过去 这个海贝就是后来 给小柳疗伤时 两个人在海底相伴 37年居住的地方 除此之外 这个海贝还有另曾深意 有一次 他们一起在海底 看娇人求偶 小柳好奇的问 为什么男娇人 要拖着一个大海贝 向柳说 海贝就是他们的家 大的海贝很难猎取 越大表明男娇人越强壮 与娇人接受求婚后 他们会在海贝里交配 生下他们的孩子 珍珠其实是这些 大被怪的内单 是娇人给小娇人 准备的食物 可见这个大海贝 是向柳为小瑶准备的 专属于他们的爱潮 严谷回来后 为了躲避追兵 他们潜入海底 那是小瑶第一次 领略到海底世界的美丽 好奇的东张西望 向柳一直微笑的看着她 冷峻的眉眼 如春水般融化 是前所未有的 温柔和愉悦 这大概是全剧中 向柳感觉最幸福的时刻了 和心爱的人有了牵绊 从此生死相随 两个星一起跳动 又过了几天 向柳带着 鬼方氏族长的信物 秘密的去找 大荒内最擅长 铸造兵器的金天士 她要铸造一把特别的弓箭 这把弓箭的用料 都是新式难寻的宝贝 有骄人骨 海妖丹 带帽血 海底竹 星星沙 能凝聚月华的 极品月光石等等 连铸造弓箭的 金天星辰都感叹 就算是陛下 要集齐这些材料 也很难 真不知 她是怎么集齐的 除了材料 但询 这把弓箭的设计 也是别具一格 是特意 为灵力地位的人 两神打造的 没错 这是向柳 送给文小柳的 定情礼物 只不过后来 世界再无文小柳 这把弓箭 就被她 以匿名的方式 送到了小妖的身上 也正是因为 去找金天士 铸造弓箭 向柳错过了 一个重要的时机 号令王听说 小妖的事情后 让苍玄去把小妖 带回号令 小妖不想去 用锤子猛敲自己的腿 想让向柳 感觉到疼痛 来找她 帮她逃跑 可当时 向柳正在 金天士那里 没能及时赶回 等她匆匆赶回时 小妖已经在 土山井的帮助下 逃跑了 这一句 一切都改变了 再次见面时 是在紫一城的小船上 向柳变身成为 一个女子 和小妖 同传共度 她还故意说的 妖族 让小妖想起她 当听到小妖说 她凶是凶了点 不过她很好 那一刻 她心中是欣喜的 她平平安是小妖 想想惦记 钱挂你的人 在外面不开心了 就早点回家 这时候 小妖已经认了 蝶和哥哥 但身份尚未昭告天下 她还不知道 她以为小妖 还是清水镇上的 文小六 她还在清水镇 等着她回家 如果那天 她没有回来晚一步 即使阻止了小妖 去号铃 如果小妖 一直是清水镇上的 文小六 她们一切 皆有可能 可惜没有如果 只有清水镇上的月亮 见证过 她们最美的时光 只有漆黑 冰冷的海底 倾听过 她们最深的叹息 还有那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 在体内几十年 相安无事 是她们 时爱过的证明 即使两个人 都不承认 但已经足矣 因此 请不吝点赞